俄羅斯當他要硬打的時候 他就不是像之前一樣放個空城計 48小時推進了3公里的左右 而且他收回了200平方公里 烏克蘭兵援已經逐漸浩劫 這個可能已經很難撐太久了 因為你打仗沒有人 就是沒辦法一定要有人 好 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來看到俄烏戰爭現在最前線 今天要來關心持續是兩個戰場 我們先來看到第一個戰場 是在俄羅斯針對修復庫斯克的地區 大家持續的關心現在的進度如何了 他們是說現在的努力是沒有任何的白費的 這個地區我們來看到 俄軍持續的集結兵力向烏軍 發起了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一次反攻 那麼根據了解 俄軍在庫斯克短短48小時的時間而已 我們看到他是一共推進了3000米的距離 重新躲回了近2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個師徒 還一舉就把切斷了烏軍的重要補給線 現在烏軍根據了解已經不得不做出 這邊說是一個最壞的打算 剛剛說我們要關心兩個戰場 第二個我們來看到在烏克蘭的境內了 現在領土的部分如何 俄國的國防部現在在14日也說了 俄軍在烏克蘭的東部持續的挺進 現在佔領了一個距離後勤的枢紐 也就是波克羅夫斯克已經不到30公里的村莊了 在波夫羅夫斯克作戰的一名烏克蘭士兵還爆料他說 烏軍領導層要求了不惜代價 怎麼樣就算俄軍持續的猛攻 他們都要守住當地的陣地 兩個戰場的現在最前線情緒 我們請呂艦長來帶我們看 我們如果說看到現在實際上 庫斯克的狀況 我們可以發現 這上面這張圖其實是9月9號的圖 也就是大家認為說 烏克蘭它可以一路的深入到俄羅斯的境內 但是如果我們看最新的 也就是9月15號的這張圖 我們就會發現藍色的這個區域 也就是俄羅斯烏克蘭佔領的區域 少了非常多 這就是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48小時 推進了3公里的左右 而且它收回了200平方公里 也就是這一個部分的位置 那其實俄羅斯當它要硬打的時候 它就不是像之前一樣放個空塵劑 它怎麼樣硬打 也就是說它會先用炸彈把你的後路整個截斷 讓你的後面的支援部隊沒有辦法接上 當你沒有辦法接上的時候 接下來它就會再形成一個包圍圈 然後合圍這些部隊 這個是我們從庫斯克所看到的 那當然現在大家常常提到的 也就是我們談到的波克羅夫斯克 也就是紅軍村的部分 那大家紅軍村就是這個畫的 好像有尾巴的位置 那其實這裡一直都維持在4公里 但是它的圖形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是9月14號的狀況 可是如果我們對比8月30號的狀況 8月30號還有很多黃色的區域 黃色的區域也就是俄羅斯說 他們正在交戰 然後他們佔領了 但是烏克蘭不承認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裡幾乎全部推平 而且下面這邊 就是我們上一次指出這兩點的位置 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大家認為說你要一路挺進啊 不 絕對不能一路挺進 一路挺進 中間就會被截斷 所以俄羅斯的戰法就是 就是慢慢的各角突出之後 然後它鞏固了陣地之後 再把這個地方合圍 然後以一個面的向前面推進 那這個其實如果我們反寬 二次世界大戰也有類似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這個突出不知意 突出不知意當初就是想要一路的 向比利時打到安特衛普 也就是領海城市的位置 那但是實際上來講推進並沒有這麼快 那推進沒有這麼快的部分 然後結果沒想到巴頓他的第三的 那個美國第三軍直接從後面截斷 那他從這邊截斷之後 德國當時的這個突出部 全部通通在這邊不是遭到殲滅 就是遭到被俘 那這是我們所看到的現象 那至於說現在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北約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鮑爾 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說其實現在 那個有關於武裝衝突法的部分 並不限於這個在於烏克蘭自己的領土 他們可以一路打到俄羅斯 但是看看普丁他做了什麼回應 普丁他說如果使用的是高精準度的 長距離的西方做的這一個武器的話 那這個也就完全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 哪裡完全不同 也就是現在只打烏克蘭 未來是還會使用傳統武器嗎 不知道只打烏克蘭嗎 也不會 所以我們這樣講 這個也就是現在的這一些北約國家 雖然他們心裡真的想要讓烏克蘭當代理人 不斷地向前挺進 然後消耗俄羅斯 但是實際上來講 俄羅斯提出核威者的時候 沒有人敢前進一步 甚至包含美國在內 是好 剛剛其實建長帶我們看到兩個戰場 現在從建長剛剛從地圖上我們看起來 確實兩個戰場都對烏克蘭不利 另外我們也特別提到 說北約的這一位軍事委員會的主席鮑爾 剛剛建長也幫我們特別提到 他說這個打戰 不止止於自己的國界而已 但是我們來看到北約國家具體反應是怎麼樣 他們真的願意幫忙嗎 現在看到英國首相施凱爾 他在跟拜登會面之後 他還是沒有宣布說 同意烏克蘭用西方的長城武器去打擊俄羅斯 反倒是怎麼說呢 英國尋求義大利的支持向烏克蘭來運送導彈 而且剛剛也看到了 普丁非常的嚴厲警告說 你美國英國如果敢用烏克蘭的武器來打 這個我們的話 等於就是用北約 我們直接來向我們宣戰了 怎麼看接下來 美國英國北約的台度又會是如何 委員 這裡面是大家實力跟毅力的較勁 對於北約來講 他當然會講很多的正當化的理由 就是說烏克蘭用什麼樣的武器攻擊俄羅斯都是正當的 因為俄羅斯也是用各種武器來打烏克蘭 那現在差異只在於說 如果是烏克蘭用的是自己的武器 那當然沒有問題 如果烏克蘭用的是西方的武器 而且是西方的長程精準武器 比如說陸軍先進導彈 比如說風暴營 比如說海馬斯 或者甚至於更其他的所謂的戰斧導彈 那對於這個北約國家來講 就要面對一個雙方面的毅力的較勁 就是我普丁怎麼實踐我的諾言 如果你用武器打到我這邊 我視同你西方打我 這個理論架構已經宣示出來 那他如何反擊 如果反擊的話 你北約軍事委員會 你怎麼面對 這是北約必須要去處理的問題 好 如果說 這個普丁比較有節制 就直接用導彈還擊 然後打哪裡 打波蘭 打羅馬尼亞的美軍軍事基地 你怎麼回應 對 你是要 北約就對俄羅斯宣戰嗎 要不要把戰爭打到這種程度 這個時候就看你北約這些國家 意志力到底有多堅強 如果你願意下場打這樣的戰爭的話 那大概就無所謂 但如果你不願意下場打這個戰爭 那就考驗一下 普丁是不是說話算話 這兩個是有差距的 比如前一段時間 我們看到伊朗 哎呀 說我一定要包覆以色列 包覆以色列 到目前為止 幾乎是無疾而終 就表示說 他的實力跟意志力 不足以撐住 他所主張的一個戰略 或者是戰爭 但是對普丁 你現在仔細評估 他念不願意 為了你用歐洲的武器打他 他覺得這是開始要跟歐洲正式對抗了 然後就直接了當的攻擊 比如立陶宛 比如說波蘭 這個羅馬尼亞 那甚至於如果你願意直接下場的話 二話不說 會不會把核主器搬出來 那沒有人知道 那你現在在歐洲當然有美國的核主器 但是數量還是遠少於 俄羅斯部署在歐洲的核主器的數量 你還不玩這麼大 現在對於歐洲國家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他們對於波蘭這場戰爭 是採集很有限的 不希望有太大的損失 因為以目前德國自己的軍隊 或者美軍在歐洲的駐紮的軍力 跟俄羅斯都不能比 那你要不要把美國在 美國自己的軍力再調出來 要不要試試看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憑你這個德國加法國加英國 三國的實力跟俄羅斯打 似乎還有一點距離 如果真的大家要用長城武器 你丟我 我丟你 那大概還有一點距離 所以我認為為什麼 最近這個拜登或者是英國首相斯凱爾 他們面對這個問題 採取的是退收的態度比較多 斯凱爾基本上是不熟悉 因為他是公會領袖出色 不熟悉這些國際外交 有時候話講太大還是要收回去了 拜登當然是在外交上面 混很久的一個老將 他當然要去盤算 我跟普丁下這一盤棋 我到底可能下到什麼程度 或者我贏的機會有多少 他算一算 萬里普丁跟你玩真的 如果普丁 check out 那當然他贏了 萬里普丁沒有呢 直接就打波蘭邊境 一步一步打 看你敢不敢還手 你不敢還手 你不自己認熟嗎 所以這裡面可能 雙方面的意志力的較勁 那打這個戰爭實力上 俄羅斯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北越也沒有問題 那是不是要玩這麼大 那就看雙方面的政治毅力了 好 我們看得到現在西方的態度 確實考量很多的因素 確實比較保守 除了西方的態度比較保守之外 烏克蘭自己內部同樣 也面臨一些些的困境 我們來看到他持續的因為缺兵嘛 已經打了將近三年的戰爭 現在要怎麼樣來補充他的兵力呢 他說要來吸引這些移民返回烏克蘭 但是我們看到波蘭的外長也提議說 應該要停發烏克蘭的義男 難民的社會福利 這樣子他們就會回到 自己的國家來打仗了嗎 現在其實呢 在國外的這些烏克蘭的士兵 大概一百萬名 當中就有三十萬名是在波蘭 委員又怎麼看這件事情 波蘭當然要表演一種比較激進的角色 現在最有趣的就是 這個北約裡面窮國家都比較激進 然後比較有錢的國家比較溫和一點 看待這個問題 所以波蘭就是希望歐盟啊 你們不要再給這些烏克蘭難民 這個簽證 不要給他們這個補助金啊 你們要把這些年輕的烏克蘭人 送到烏克蘭回去打仗吧 這是波蘭的想法 可是其他各國的想法 也會面對一些實際上的困難 很多適合這些兵役年齡的年輕人 基本上他到了歐洲各國 他們很懂得這些東西 就到大學裡面去註冊一個學位 或者到那個什麼去弄個學籍 那他學生的補助更多 這個時候你就面對一個風險 你要不要強迫這些學生回去當兵 這是一個問題 因為烏克蘭現在內部 徵招的時候連大學生都不徵招 只有徵招什麼高職啊等等 連大學生都不徵招 當然有人會批評啊 因為現在在烏克蘭內部念大學的 都是經濟狀況比較好的 或者是一些比較有 家裡是公務員的比較多 所以他沒有去徵招這大學生來當兵 除非成績很差的大學生才會被抓去當兵 那你現在在歐洲國家有這麼多烏克蘭難民 都已經跑到學校裡面去登記了 那你能夠把它弄回去嗎 所以這裡面有實質上的政治上的難題 因為其他的 尤其是德國 他可能不會戰爭這樣的看法 可是這裡面顯現是什麼 烏克蘭兵員已經逐漸浩劫 兵員逐漸浩劫就剛才這個我們艦長所講的 這個可能已經很難撐太久了 如果以這樣看法的話 因為你打仗沒有人 就是沒辦法 一定要有人 不管做什麼工作 那烏克蘭這一場戰爭裡面 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 就是這種高強度的戰爭 很多女兵上戰場只是徒徵犧牲 對於整個戰力提升不了太多 這個不是說對女生的當兵有意見 事實上是現在的處境就是這樣子 當高強度的戰爭到一定程度 不是我們想像的 說可以在那邊按按鈕 或者打打鍵盤 操作一些高級的武器 都是短兵相接的 短兵相接現在是烏克蘭最缺的一個戰力 一定要開這個戰車 要開這些戰鬥運兵車 這都高強度的作戰 這個幾乎是以搏命的方式來演出 所以女兵在上面有時候經常會造成障礙 所以你從烏克蘭要調回去的兵也只是難生 所以這個對於波蘭這樣的建議 是有實際上的困擾 我覺得波蘭如果願意幫忙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波蘭主動提供僱傭兵 把他的軍隊化妝成僱傭兵直接送給烏克蘭 那試試看有多大的戰力 這比較實際 大陸有號稱十面埋伏 俄乌戰場上 烏克蘭現在也學到了 對抗俄羅斯現在用了三面包圍的戰術 誓言一定要佔領庫斯科地區嗎 甚至現在傳出他們要在這裡去扶植 反普丁政權 好 為了調停這場俄乌戰爭 習近平要出手了嗎 選在10月份金磚峰會的前後 要來會見澤倫斯基 這目的就是要比美國來早一步嗎 好 我們先來看到這個最新的戰場的進展 現在傳出來了 這個普丁下令 我們要全面反攻了 被你打了這麼多個月之後 真的要開始動起來了 10月1號現在普丁下令 我們要重新奪回庫斯科地區 好 有這麼容易嗎 普丁現在是全面進攻囉 從多個方向 俄軍在進攻這個庫斯科 淨烈的戰爭 是鎖定在整個薩姆河以南的地區 這個地方比較偏向在這個 斯納戈斯克這個區域的範圍當中 那烏軍也全面動起來 烏軍調動了幾大部隊 包括第47旅 第72旅 還有無人機部隊等等 通通在鎖定這個地方 三面去包圍 三面去埋伏 那主要呢 就是鎖定在 俄軍進攻主力的第51空降團 現在這個空降團遭到了三面包圍 所以現在在前線戰場的戰況 我們怎麼來做觀察呢 我想先問一下艦長 因為目前看起來 雙方都是精銳進出在這個地方 普丁下令了10月1號 我就要趕快來反攻拿回庫斯科 你來我往的情況當中有這麼容易嗎 沃克蘭現在會被抓住 你普丁現在好像非常急 我想要收復實力這樣的一個心態 我就埋伏在那邊等你上鉤 這個戰場 不管哪一個戰場只要一拖久了 就是每一天戰場幾乎都有些變化 隔幾天變成假軍勝 再隔幾天變成以軍勝來來去去的 但是我提供大家一個對戰場判斷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則 就是戰場永遠是記住 大欺小 強凌弱 自古以來都如此 那你說我今天打仗 我就是小 那我是不是一定輸定了 這時候你就要想辦法用各種的戰術 去調整我在局部的戰場 這個戰場這麼大對不對 我把兵力集中戰場 我局部的戰場變成我大 那我在這裡去攻 這就是他的所謂的用兵之道 不是說我小我就一定輸 你要去想辦法去動 那有沒有說我就是小 最後我居然是以小國大創造奇蹟呢 當然有 但是那是古時候 越到現代 因為它是現代的高科技戰爭 它越困難 以前什麼關羽 那個叫什麼關公 那時候打仗靠利器的 現在很遠就幾乎可以決定 所以現在非常困難 那同樣我們來看 這個俄羅斯這裡 俄羅斯跟烏克蘭這裡 它是一個大對小的一個戰爭 所以你說烏克蘭能夠 怎麼樣能夠獲得勝 很困難 它有什麼採取什麼東西 能扭轉奇蹟也很困難 包含庫克斯這裡 他現在這裡我在想說 他現在如果即使被包圍 他會不會派大軍來圍 不會 為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記住 我說在說的第二個 這個軍師的觀點就是 陸軍部隊在快速移動的時候 就我從甲地到乙地去的時候 是非常危險的 為什麼 它在移動的時候 它所有的征收 它要收起來 它後面就有一個雷達在偵測的 我在移動的時候 它收起來的 飛彈我要收起來 就是在移動過程中間 我又暴露出 一定暴露在這個高速公路上面 快速道路上面 現在的偵測太容易 就是你整個部隊在這動 這個時候你沒有任何的防衛 所以如果我這時候用遠程的武器打你 你幾乎就是 在那裡就是死牙子 在那等著挨打而已 所以現在的戰爭 在陸軍的時候 它幾乎盡量很少就千里八射 帶一個大軍去攻 因為在整個過程中間它非常脆弱 那它會怎麼辦 第一 好比說如果這個 真的是俄羅斯的這個 陷入這三位包圍 對 被包圍起來之後 我用遠程精準的攻擊 所謂遠程軍衣飛彈很遠打 遠程飛彈 空中這個攻擊去打這個飛彈 因為我們現在的武器 夠得太遠了 我不會派地面的部隊去 那很危險 那實在是地面部隊 內地是在附近的 逐步的推進 我不會去跋射很遠 因為記住一個 就你如果你是陸軍就知道 當我在移動 好比說我們現在台中的一個 我們在台灣打起來 台中有一個陸軍的一個 什麼什麼部隊 坦克 我要趕快經過高速公路 移到台北來做個作戰 這個過程中間 是它最脆弱的時候 它無法偵測 它無法防衛 因為在運輸過程中 它所有東西都收起來了 問題是俄羅斯 它現在周遭有這些陸軍 可以支援它嗎 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不就是被 就是遠程 突然困在這了 它就一定用遠程 它會用遠程的武器 但是你可以看它附近 我不能在這麼大軍的推 我逐步的推 那是有可能的 否則我一定優先動用 我的遠程的精準打擊武器 群衣飛彈 導彈 甚至 我說不好聽 就是面的殺傷 溫壓彈 多管火箭 那些都是一個很大的殺傷力的 所以它11日想反攻 在這裡拿起來成功 不容易 你說俄羅斯 俄羅斯我覺得是蠻可能的 就是它要不要去打 我這樣講 現在很多時候 我之所以俄羅斯沒有去打的原因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現在在二進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這個 烏軍的這裡面附近 有很多俄羅斯的人民呢 那我遠程我能不能打 我不能打 我打的會打到我自己人 他把人民給裹挾在一起 這是一個其實戰場的一個手段 好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委員 我們下來看 那當然現在大家關注在這個地方 所以其實對於澤倫斯基跟普丁來說 雙方除了在這裡開闢戰場之外 關鍵也是 我扶植一個反普丁的勢力 會不會也是一個比較快的策略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正是在社群上的網路媒體 是這樣說的 目前來看到了 因為澤倫斯基 他其實內心蠻希望在這個秋天 他覺得他希望能夠結束戰爭 但目前看起來前線這樣打起來 要結束也不是這麼的容易 現在他秘密單方面在制定一個 這樣結束戰爭的計畫 那會不會他去秘密在扶持這個軍團呢 這個地方有個反普丁勢力 叫做俄羅斯的自由軍團 接下來他們打算在庫斯科這裡 成立一個新俄羅斯的臨時政府 據說已經跟聯合國報備過了 那委員你怎麼看 現在有沒有可能就是說 現在澤倫斯基 我乾脆扶持你這個反普丁的政權好了 我前面跟你贏戰 我後面也扶持你的反勢力 會不會覺得說是這樣的認知作戰 還是說烏克蘭真的是被這個不利戰局給逼急了 澤倫斯基做這種春秋大夢已經做了很久了 就是如果他的夢可以實現的話 他早就已經單方面結束這場戰爭了 就是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澤倫斯基說 他會用什麼樣的方式迎向勝利 用什麼樣的方式大規模的反攻 可是截至目前為止 並沒有看到什麼太具體的成果 那麼甚至現在澤倫斯基引以為傲的 這個庫斯克的這場戰役 其實我相信像很多軍事專家 像這個艦長看起來也會覺得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一個劇本 就是你在庫斯克州開闢一個新的戰場 那麼你有足夠的兵員嗎 你有足夠的軍事裝備嗎 然後你打進了俄羅斯境內 接下來你是打算要佔領嗎 你隨著你攻進去的面積越來越大 你需要佔領 你需要統治 你需要更多的兵力來做鞏固 人從哪裡來呢 你烏冬都已經快守不住了 然後你現在忽然之間要開闢另外一個戰場 那麼這會讓你自己本身現在現有的 已經很這個局促的軍事的實力 更捉襟見走了 那你現在講說 我要在這裡扶植一個反普丁的政權 這笑死人了 就是澤倫斯基沒有搞清楚一點 普丁之所以可以安然在克里米亞 安然在烏冬地區實施佔領跟統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那個地方有很多俄語系的人民 那個地方有很多對俄羅斯仍然有情感的 甚至傾向於俄羅斯的人民 你才能夠在那裡實質地佔領 他不要以為說今天打進了哪個地方之後 他就可以扶植一個反普丁政權 他不要忘記了 其實俄羅斯的人民他們的民族性是很強的 的確可能有所謂的俄羅斯自由軍團是反普丁的 可是這跟俄羅斯人民要來反普丁 這不一樣 就是你俄羅斯自由軍團在俄羅斯境內 你要跟普丁怎麼搞是你家的事 可是你今天背後是澤倫斯基的話 你就是漢奸 這就像我們中國人講的漢奸 俄羅斯有多少人敢當漢奸 願意當漢奸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看到澤倫斯基 這種演法越演越大 這個演得越來越大 可是現在看起來並沒有這麼扎實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 就是你要有多少實力在說多少話 你有多大的頭就戴多大的帽子 那你既然沒有這樣的實力 你在這邊眼來眼去 你最後就被人家當作一個跳樑小丑來看了 好 所以看起來在這個地方要拿下來 還沒這麼容易 那當然現在澤倫斯基不只是如此 他不只是前線戰爭他很積極 他當然也希望接下來 如果秋天這個戰爭要停的話 還是要有人來出手幫忙 習近平要出手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路透社現在最新的報導傳出來 這個是正在中國參加香山論壇的誰 烏克蘭的前外交副部長 他這樣說 他說中國國安級主席習近平 10月份會跟澤倫斯基有個會面 那當然這個會面談什麼 我想問一下鄭東教授 10月份有個關鍵是金磚峰會也要登場 那選在這個時間點的前後 來去跟這個澤倫斯基見面 習近平有機會真的能夠調停這場戰爭嗎 你覺得這場見面的目的是什麼 好 首先我們看如果看這個時間推演的話 習近平如果真的跟澤倫斯基見面 也會是在跟普丁見面之後 他們這個順序大概會掌握得很精準 那但是到底會不會有這場見面 我們先看這個烏克蘭前外長 前副外長 他的說法其實他是說很有可能 而且他說雙方還在努力針對 兩位領導人的這個 直接通話的這個細節 直接聯繫這個細節在努力當中 所以看起來其實他只是放出了 這麼一個風向 還沒有被確認 那當然中國大陸有一些這個 智庫的學者 像這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的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歐洲研究所的所長崔宏健 他的說法就認為說 這個中國大陸應該是願意去參加 這樣子一個峰會 但他並沒有說是兩人見面 他是說未來11月的那個和平的峰會 而中國大陸當然很願意去推動這樣 推動這樣一個和平的進程 但整體來講 現在我們要看幾個重要的細節 第一個如同剛才講到就是說 西方媒體都有談到就是 即使烏克蘭這個前副外長 他也提到說雙方要建立這個 直接聯繫的管道 第二個 其實在今年7月那時候的 烏克蘭前外長庫利巴 他去訪問北京的時候 訪問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當時他就邀請王毅去訪問基辅 那到現在王毅還沒有去 所以如果王毅都還沒有去過基辅 那就表示你在這個 為什麼會去 對你的外長層次的溝通都還沒有完成 你如何能夠進到下一步呢 那我認為就是說 習近平當然就是願意去扮演一個 和平的這個就是推動者 這個角色 我認為他是願意的 這個 這個我認為他有這個興趣 包括前面我們看到他也去 為這個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搭橋嘛 然後促成雙方恢復邦交 可是問題是第一個 你要雙方真的就是 烏克蘭跟俄羅斯有意願坐下來談 雙方的立場沒有差距那麼大 而且一定是雙方的細節已經談得差不多 那他才有可能出面 否則的話只是 應該只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動作 我覺得不太可能有真實的這個下一步 持續來看到俄烏戰場上面 又有重大的進展 我們今天首先將目光直接帶向 目前在戰場上面的第一線 先來關心的是第一個戰場 在富比士雜誌這邊做的報導說 俄羅斯的總統普丁已經下令了 在10月1號之前 接下來他目標就是要奪回庫斯克地區 俄軍主公的目標鎖定的 就是塞姆河以南的一個村莊 這個村莊叫做斯納戈斯克 並且接下來他的主公 就是以俄羅斯第51空降團為主力 俄軍少相也特別表示 他說目前是已經奪回了當地10個聚落了 不過烏軍當然的攻勢 目前看起來也沒有減落 持續的在庫斯克這個地區 目前調動的兵力 包括第47旅第72旅 還有他的無人機部隊 跟54旅的K2營等等的精銳 對著舊斯塞姆河的南岸的二軍 形成目前達到三面的包圍圈 普丁下令10月1號前 他說要奪回庫斯克 但是目前根據了解 塞姆河上面五座橋樑 都已經被烏軍給架斷了 二軍到底要如何來做突破 這個10月1號他所設下的目標 奪回庫斯克真的能夠達到嗎 蔡委員怎麼看 我對富比士這篇報導是有疑慮的 我認為這個報導的消息可能有失準的狀況 因為以俄羅斯來講 第一個他在10月1號以前 為什麼要躲回庫斯克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把這些烏軍的精銳部隊留在庫斯克 這個地方在戰略上很明顯是對俄羅斯是有利的 因為俄羅斯要發動烏東 甚至於烏南 比較現在正在攻擊的 胡利達爾的這些戰場上面 這個會使得烏軍相對的支援的部隊的力量比較薄弱 那在這個庫斯克方向只要不讓這個烏軍再前進 甚至偶爾抖回幾個村莊 因為總共好像烏克蘭已經佔領快80幾個村莊 聚落 不是叫村莊 聚落 那現在收回10個慢慢來嘛 不急嘛 就像那個當時巴赫木特的角落機戰術一樣 我時間拖久一點 我以這個所謂的讓烏軍喪失有生戰力為基本原則 因為那個庫斯克那地方沒有任何戰略性藥地 他也不是交通藥地 他也不是工業藥地 他就是一個秋陵地帶 我經常給他比喻 就是說他就是新竹苗栗的秋陵地帶 那邊沒有科學N區 沒有工業區什麼都沒有 而且沒有補給都要靠南部的蘇莓往裡面運 所以他就猛炸蘇莓 把蘇莓炸掉就差不多了 所以讓烏軍的補給有問題 就把他困在那邊等冬天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急著要拿回10月1號呢 我覺得戰略上應該不像普丁的做法 你看普丁當時打那個巴赫木特 打了多少 哇 打了八個月 很多人以為說他應該一下子把它吃掉 結果他不是 他偏偏像吃一個大蛋糕一樣 慢慢啃慢慢啃 原來他的目的不是佔領土地 原來他的目的是要消耗掉烏克蘭軍隊的有生戰力 然後減少烏軍的生命上的損失 我覺得這個戰略大部分就相當成功 那怎麼會突然之間在庫斯科改變戰略 我覺得這不現實的 至於所謂的什麼炸橋樑等等 對俄羅斯軍隊不是問題 對烏克蘭軍隊不是問題 因為這兩個軍隊搭那種變橋的功夫都很強 好幾次我們都看他們搭變橋 我看那個視頻我都傻眼了 哇 這是手腳針連火 所以因為我以前當兵工 所以我都很了解幹那個事很辛苦 可是速度那麼快令人刮目相看 整個戰略來講烏克蘭攻進庫斯科 當然是一個失算的 他們本來以為可以往前進 那如果他真的能夠攻佔庫斯科的核能發電艙 那也許有一些戰略的意義 但是要不然現在兩萬多人困在那一邊 而且都是機械化的精銳部隊 我也不曉得烏克蘭軍隊怎麼會做出這種奇怪的事 在美國 包括這個芝加哥大學的米爾斯海默 也都講說這個戰略是一場災難 那當然目前為止看起來災難還沒來 可是如果有這麼多的軍事專家 國際政治專家都認為他是一場災難 其實他們不說我覺得這場災難 因為根本不曉得打這場戰要幹嘛 因為他的目的是說要把烏東的俄軍給吸收過去 可是沒有啊 烏東的俄軍不動啊 他從其他地方抽掉過去啊 而且能夠把他擋住了 所以就證實一件事情 這個烏克蘭的戰略打了庫斯科是錯誤的 好 所以說我們看到富比士雜誌所做的報導 這是西方媒體的報導 針對於普丁的10月1號說要攻下這個地方 現在這件事情是畫上問號的 不僅僅是在庫斯科這邊的這場戰役 說今天要關心兩場嘛 第二個戰場就是位在這個盾內此刻了 現在俄軍呢 在紅軍村這邊持續的在激戰 爆發了非常猛烈的攻勢 這一天之內多少啊 兩軍的戰線至少爆發了達到130次的激戰 而且這次的戰損其實已經看到是非常嚴重了 這個來做計算一直到9月8號為止 俄羅斯在俄烏戰爭當中一共是損失的坦克數量達到了3368輛 烏克蘭其實也有919輛的損失 雖然現在以數字來看 確實烏克蘭的數量比較小 但是我們看到對它來說非常重要的就是 西方所援助它的鮑爾坦克已經損失了大約五分之一 我們看到烏克蘭這邊不斷的在損失 其實俄羅斯這邊也在加快它的生產量 而生產的部分我們現在看到它的BMP3的步兵戰鬥車 說生產每個月可以達到100輛 另外呢它也持續補充它的300輛的T90M主力坦克 好我們看到俄軍的戰損 現在看起來比烏克蘭嚴重光舊坦克的數量來看 但是剛剛又說了它生產確實又比較快速 反之烏克蘭的坦克是打一輛少一輛 接下來坦克的耗盡是該最擔心的事情嗎 委員怎麼看 這個戰爭的形態其實有一些改變 有這種大的平原的作戰 常常看到我們講坦克大決戰 所以坦克就是戰車的確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武器系統 可是你看慢慢的現在是像無人機 無人機 烏克蘭就是無人機攻擊了很多 俄軍的坦克 所以你看俄軍後來他們的坦克出來 上面還放那個架子 對 在那個長長的那個架子這樣子 那就是要擋住從天上下來的那種攻擊 第二個 美國他們都有提供烏克蘭這個長射程的武器 像海馬斯系統 所以 而且這樣一個長射程的武器的提供 是會越來越多 總的會來越多 所以你看現在它可以直接攻擊俄國的境內 就用它長射程的這種火箭或是這個飛彈這樣 這樣講其實為了戰爭 每個政府都是變得非常有效率 在軍火的生產上面 現在來講 這個歐洲 北歐的就是 北約的這些歐洲國家跟美國 其實在加速整頓跟強化他們的國防工業的生產的效率 為了什麼 就為了烏克蘭的戰爭 所以你講這個戰車這種東西 就以戰車本身來講 現在當然德國 它也提供它很好的這種坦克 但是其實他們周遭 烏克蘭周遭有一些俄國 蘇聯以前統治的國家 也是有蘇聯的坦克 老蘇聯的那種坦克 他們慢慢也會透過像波蘭這些 慢慢會送進來給它 但是速度不會很快 但是某一點來講 不要低估了烏克蘭的國防工業的基礎 在蘇聯帝國的時候 它這一些烏克蘭 什麼俄羅斯 喬治亞這些什麼 它都分配它們 有人專門搞農業生產 專門種馬鈴薯 有的就專門搞軍火工業 你看烏克蘭就是它搞軍火工業 很重要的一個重鎮 所以中國大陸的國防科技 為什麼在蘇聯帝國崩解之後 快速的向前走 其中吸收到最多的就是 烏克蘭的國防科技 還有它的軍事人才 你知道它們到處走 其中他們的物理 他們科學家也是 有一位物理老師在淡江就被聘了 在淡江教物理 我就問了物理系的系主任 我說您覺得他怎麼樣 他說他們隨便來一個人在台灣 都是頂天立地的 烏克蘭 就是水準非常的高 所以也就是說烏克蘭現在也在整核它的國防工業 但是我認為他們不會把太多的力氣用在生產坦克 他們會生產比較有效率的東西 就譬如說我剛剛講無人機 你知道你要去注意看 烏克蘭在過去的半年 它的無人機的發展速度實在是有夠快了 它可以生產自己的無人機 它現在也可以生產自己的那種 比較長程的這種 這種滴對滴的這種飛彈 所以不要小看了烏克蘭 美國會提供技術給它 甚至提供必要的零附件 你看看它的無人機從烏克蘭起飛 就攻擊摩斯科不是一次 已經好幾次了 甚至攻擊它的空軍的基地摧毀它的飛機 所以這個戰爭的形態都改變了 我覺得我們可能不論像傳統一樣 這種平遠的原野的大作戰都只想到坦克 有比坦克還更厲害的東西已經出現了 我認為坦克的徽戰 坦克的戰爭還會進行 但是慢慢會有更吃重的角色出現 那就是無人機跟長射程的這種佛炮 好 所以現在改變了這個戰爭的武器 會有坦克但是也會有無人機 跟老師剛剛委員特別提到 這種遠程的武器 現在遠程武器變得非常重要 就是要看美國到底會不會解禁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還有英國的外交大臣拉米 9月11號他們同時抵達基辅 進行聯合訪問了 並且提出了除了有15億的軍援之外 總統拜登也表示他現在正在為 這個遠射程的武器要來授權的 就是AGN-158飛彈提供給烏克蘭一事 他說現在我們正在努力當中 同時也要解決說是否到底要不要取消 對烏克蘭使用遠程武器打擊 俄羅斯的這一項限制 但是怎麼來說我們看到俄烏戰爭 怎麼樣都還是打了兩年多 為什麼一直拖到現在才解禁 對於這個烏克蘭來說還有美國來說 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庫斯克打得很好 已經看到勝利的曙光了 還是覺得烏克蘭是真的快要撐不下去了 所以要解禁武器呢 那拜登在武器解禁之前 要解決的是國內反對遠烏的聲浪嗎 尤其總統大學又快要到了 現在有很多的聲音 李老師怎麼看 首先就是說他要不要解禁 這是一個方法 方法先要看他的目的 有目的論在看方法論在評估能不能達到方法 他的目的怎麼樣 第一個他當然希望烏克蘭贏 但是他真的希望烏克蘭贏 也不一定 烏克蘭贏了以後 這個俄羅斯真假就瓦解了 瓦解了以後北約還有必要嗎 這北國也不見得要這樣 對 第二個他叫這個 然後你注意到 俄羅斯一直叫叫叫 俄羅斯由北約 他們烏克蘭北約觸動了他幾次紅線 俄羅斯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講說他只會叫 但是我反過來 最近俄羅斯有沒有觸動北約的防線 他的飛機飛到哪在哪出是在哪出 美國也裝不知道 所以就考慮大國都在玩 小國都是替是鬼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那所以剛剛那個鄭元兄 我是非常佩服他 他就覺得說不可能十月一千多回庫斯科 我跟你講俄羅斯在站著庫斯科在講的時候 俄羅斯的當地指揮官就講了 我們要三個月 就8月6號進去了嘛 8月10幾號他講 90 11 為什麼要三個月 第一個你給我 我給你圍著你正好是我絞肉機 你來人就是五花肉 我就送進絞肉機 第二個我這邊是預備部隊 是沒有打過仗的部隊 他們正好練兵 這些預備部隊給你練兵嘛 練兵以後他就有經驗了嘛 所以讓他來慢慢動脾 還有一個 你什麼事要看選舉後嗎 對 你是11月後嗎 他怎麼會在11月前那個呢 所以這兩邊 我們今天給一個評論 這個大國來講 我們前一陣跟幾個國際的 我是不像他們是學者 我是鬼 我都待會會很偷人家的智慧 他們就講了一個 現在來講的話 普京是將計就計 美國是退退說說 又怕惹劲 美國是希望戰爭不要停 因為戰爭不要停 他第一個可以賺錢 第二個死的是烏克蘭人嘛 然後呢 你俄羅斯也要賠死一些人嘛 也要損失嘛 他就是目的希望這個嘛 所以他有時候近一點的東西 我是覺得到後來 他還是會 他每次講什麼不會不會 後來都會 他是走一步走一步退步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在講就是說 普京呢他會將計就計 還有普京他會知道 他有他學了共產黨那一套 面子不重要 理智比較重要 我給你丟一點什麼沒有關係 而且還有你現在還在我的 你還在我的這個庫斯克 我是不是更有理由打你 對 因為你侵略我的地方 如果把你侵出去了 沒有人在我這了 我打你吉普 還有點這個 有點講不過去嘛 對 所以這個來講就是說 他們在玩 那當然啦 大家人家在講 那就是說 伊老師免你藏針的 棉花也很軟弱 他也沒有幾根針的 對不對 也刺得你 也刺得你以色列很頭痛嘛 那當然中國大陸是不動如山 對不對 他們是平常這幾個 這幾個在目前這個 這個局 跟這四個國家都有關係 你不要以為都沒關係 都會連帶 觸動會有一些事情 所以看看這個戰的話 那美國就綁在一個選舉 對 那選舉權如果說 選舉權那如果說不管你辯論再厲害 選舉權如果烏克蘭戰爭停了 那烏克蘭不可能贏嘛 那俄羅斯贏了 那你那個你辯論再好也不要選了 看到是俄羅斯的國防部在9月10號這一天正式的通報了 他說俄軍當天在盾內此刻地區已經控制住了多個定居點 並且呢俄軍現在持續的打擊在烏軍的多個點 包括他的彈藥庫啊 還有我們這邊看到電子戰的基站 反炮兵雷達等等的一些目標都已經持續鎖定了 根據了解呢 其實俄軍從8月份到現在在烏東地區 是說已經躲下了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個土地 並且表明了只要你烏軍人還在我們俄羅斯一天這個領土上 我們就不可能會停火的 另外一方面烏克蘭的進展又到哪裡了 我們來看到他烏克蘭方面的攻勢 持續的使用的是無人機來做攻擊 那麼俄羅斯說呢 從9日晚間一直到10日的凌晨 到目前為止可以看到烏克蘭對俄羅斯發動的都是 最大規模型的這種無人機襲擊 也是從9月初以來對俄羅斯發動的第二次大規模無人機的攻擊了 不過呢大多數仍然是遭到俄軍的防空系統給攔截下來 這當中包括了多枚的火箭彈 航空的炸彈還有多架無人機等等 至於庫斯克的方面 俄軍持續針對烏軍目前的在當地的裝甲車來做更深入的打擊 我們來看到俄烏現在最新戰況到底到哪裡了 請張靖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解析 首先我跟各位觀眾來整體的來看這個戰局 烏軍在庫斯克地區就目前的發展狀態已經明顯到達了攻勢的極限 而且他繼續前進沒有任何特殊的城市或者地理的要點 戰略的要域他奪取了之後是鬆動戰略核心 而且能夠翻轉整個戰局 所以他雖然佔取了很大的土地 但是他不能去撼動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東部繼續步步為營 然後向前推進施壓的攻勢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你問未來的前途是如何 有很多人很輕率地講了很多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無論是停火停戰或休戰 那是指軍事層面的去停了 但是他並沒有代表任何的政治的妥協 我們打一個比方而言 像韓戰他只有停戰協議 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和平的協議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前蘇聯跟日本他也只有停戰的協議 但是沒有和平的協議 所以北方四島到今天這個爭議的問題 還是解決遙遙無期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就我們很審慎的看法而言 烏克蘭跟俄羅斯能夠達成停戰的協議 就真正是阿彌陀佛了 暫時性的停火或者某個配合某個節慶 或者是聖誕節的休戰 那只是大家喘口氣 所以到了最後這個停戰是有可能的 但是停戰之後能不能達到和平妥協 達到政治就是說妥協 然後領土的轉移 我認為那恐怕會是遙遙無期 好能不能停戰 我們會持續關心今年在11月份 即將舉行的美國總統大選 到時候進度如何 會持續的觀用朋友來做追蹤 事實上我們現在看到CNN也報導說 烏克蘭自己內部面臨的許多的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的逃兵問題 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而且他們自己的士兵特別指出 這官兵說我們自己的士兵出現了臨陣脫逃 不服從命令等等的問題 其中尤其是這些新招募的士兵 他們逃跑的問題是裡面 目前為止看起來最嚴重的 烏克蘭國會也發布了一個數據 光是今年前四個月而已 烏國的檢方已經對將近1.9萬名 擅自離手的這些前線後方士兵 提出了刑事訴訟 所以我們看到不僅僅是缺裝備而已 現在逃兵的問題 整個士氣都非常的低落 這樣子還能夠繼續的打仗嗎 莊老師怎麼看 是的 因為二烏戰爭的新聞報導 資訊量非常大 但一般台灣民眾接受到 都比較偏向烏克蘭有利 那為什麼呢 一來是我們政府的外交政策 就是坦白講就是爆美國大腿 所以自然而然會這樣 另一方面呢 因為我們自己並沒有派記者 前往俄烏前線採訪 所以接受資訊 不外乎英美的媒體 或是國際通訊社 包含路透社 法新社 合眾國際社等等的傳媒資訊 自然會呈現對烏克蘭有一個視角 另外一方面呢 俄羅斯也不是比較清白或比較善良 是因為俄羅斯很多官方宣傳的管道 在網路上像YouTube、FB、IG上都被封鎖或限制了 所以他們即便想透過資訊站來影響的話 也大打折扣 那至於這邊講到欠缺裝備跟一陣脫堂呢 這是確有其事 因為即便是親烏克蘭的英美媒體 也有報導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是解讀要特別注意 首先就是欠缺裝備來講 二戶戰爭開打兩年多以來 歐美列強跟附水國家不是踴躍捐輸嗎 有錢出錢 有利出力 有送武器彈料 也有提供備服彈料 還有醫療物資的 怎麼還會欠缺裝備 因為媒體報導的版面有限 或記者的素養還不夠 應該講就是說武器的妥善率出了問題 所謂妥善率就是說 你有一百輛主戰坦克 但是妥善率只有三成 就只有三十輛可以用 那如果對手有五十輛 但妥善率八成 卻是有四十輛可以用 讓人壓倒你 那因為烏克蘭 我們以主戰坦克為例 它有來自德國的鮑二 也有美國的M1A1 還有來自於英國的挑戰者二型 那來自德國的鮑二 又有分鮑二A6 還有鮑二A4 甚至還有瑞典按照德國規格生產的 鮑二A5同樣的等級的坦克 那這些坦克在維修保養後勤上很大的問題 那有些零附件還不相通 所以變成一個後勤惡夢 那導致你的妥善率不高 另外有的是屬於 雖然能夠運用 還能夠部署運用 但像自走砲或是榴彈砲 它的砲管有一定的壽病 發射上百發之後可能就磨損了 它無法或者補充 所以我們用簡單的欠缺裝備來替代 事實上講是妥善率跟後勤包含問題 另外一方面臨陣脫逃要從兩個角度來解讀 這個今年五月 烏克蘭的基辅國際社會研究院公佈了一個民調 雖然主張擱讓領土來獲取和平的只有32% 那認為堅持到底還有55% 事實上當惡物戰爭開展的時候 主張立抗到底有九成 已經從九成 已經大幅下降了 那主張各樣領土原本只有10% 現在變成32% 也就是說一般民眾都驗戰 特別是戰爭交戰的克松 雜波羅勒還有奧德薩斯地區民眾驗戰心態更高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再看到那個俄羅斯在今年六月有出台新的征兵法案 烏克蘭有出台新的征兵法案 原本它是管制18歲到60歲的男性不能出國 那18歲以上可以服務志願役 那征兵原本是征27到60歲 那現在征兵年裡已經下壓到25歲 而且連囚犯也可以征兵了 另外呢 雙重國籍的 也過去都是如果你要證明常住於國外就不征兵 現在一律征兵 所以連美國駐金普大使館都通告啊 美國人如果持有雙重國籍的話 要小心不要回去烏克蘭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烏克蘭的士兵士氣會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外乎死老兵疲 這個沒有到後方去修整補充元氣 另外一方面呢 則是對勝利感到絕望 自然而然就大量的逃兵 那剛剛主任有提到1.9萬的逃兵嘛 那事實上有媒體報導更多啦 超過2萬 那因為那是有一個黑數嘛 但是呢 烏克蘭官方也有一個政策 就是說有一個大赦條款 如果在這個大赦條款裡面呢 能夠回來的話既往不救 可以讓你回復原本的軍職 但據目前為止了解 好像跑回來也不多啦 是 好 我們看到在烏克蘭現在驗戰的情緒 越來越高的情況之下 這場戰爭到底要怎麼結束 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不過現在有傳出一個消息說 美國有在這當中在俄物要和談這當中 有從中來作梗嗎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到的是來自於俄國當地媒體的報導 說呢 美國前副國務卿努蘭間接承認 烏克蘭之所以沒有和俄羅斯 當初去簽署這個伊斯坦堡的協議 主要是因為美國跟英國的一場協商 好 這什麼意思呢 其實事實上這樣的發言剛好符合現在 我們來看到的是最近美國總統獨立參選人曉甘乃迪 他在近日宣布退選前做了一個爆料 畫面上我們看到他怎麼說的 他公開指責說 美國政府特別是總統拜登 在烏克蘭的戰爭當中扮演的角色 指出拜登曾經 曾經指示時任的英國首相強生 破壞俄烏和談 以確保華府的戰略意圖可以得以被實現 如何看這個爆料到底是否屬實 如果是真的 那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是不是俄烏戰爭的拱火人 他們才是不願意讓俄烏戰爭停火的人呢 岳老師怎麼看 這個事情問都不用問 因為我們長期以來都會感覺到 俄烏戰爭發生的過程非常離奇 烏克蘭本身來講 跟俄羅斯之間作戰的感覺 讓他們贏的把握 大家一般的判斷也不會覺得很明顯 那怎麼會打起來呢 就是有人拱火 大家都知道 從事後的表現 美國的話出錢出力 甚至於到現在的話出人 那麼整個發生的過程當中 最明顯的就是 你在出錢出力的這種情況下 大家都已經認定 美國就是拱火人 因為烏克蘭本身不怕是要做這樣子的打算 要跟俄羅斯拼到底 尤其是今年的8月6號才發生的不遠的話呢 那麼就是說是這個烏克蘭本身入侵了俄羅斯 這是二次大戰以來 俄羅斯第一次遭受到入侵 現在的話呢 大家都很明顯感覺到 烏克蘭這邊在聽美國的話當中 把這一場冲突 軍事上衝突越演越烈的結果 就成如這個張敬研究員剛剛所說的 這個戰爭呢開始起來是很容易的 能夠達到停戰就不容易了 要達到和平幾乎就不可能 這裡頭當中的話呢 現在烏克蘭本身對俄羅斯的作法 那很明顯的就是說要惹怒了俄羅斯 打到烏克蘭爛爛爲止 那麼實際上的話呢 今天呢 剛好也是碰到美國大選 就是說川普跟這個賀錦麗在辯論的過程當中 也事實上 普京本身開出來的條件 就是 只要我能夠佔領的 我絕對不會還 在這種情況下 簽和平協議的可能性是零 那麼打到你烏克蘭受不了的話呢 就是停战协议 也会导致出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也就是说 美国如果要继续拱火的话 那乌克兰这一切 统统都会卖掉 事实上的话 买主是谁 我们只是证据不够 大致上也都知道了 所以说英国跟美国的联合 导致这场冲突的发生 是始料未及 确实我必须强调 不道德 现在红军村是被俄罗斯给包围住 但是却没有被攻下司 俄罗斯刻意而为之吗 我们来关心的是 俄军现在在乌东的盾内 此刻距离红军村其实非常近了 目前看起来只剩下 八公里左右的一个距离 但是刚刚说了 他不攻入红军村 而是又再次的接连夺下 当地的包围第六座的城镇 对红军村现在是形成了 整个是战略上面的一个包围 至于乌克兰的部分 则是持续的在库斯克这个地方 发动他的突袭战 再包括了贝尔哥罗德 又有这个油库被轰炸之外 现在乌军在库斯克这边 持续的炸毁了当地的一条 俄军的扶桥 我们来看到的是俄军的前线 前锋 距离红军村就剩下八公里了 不直接攻入 采取的是攻下他在周围的据点 战略包围的方式 这样的策略背后的用意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看 乌军他无法进攻 反而是炸桥 炸自保是反映现在乌克兰在库斯克 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吗 我们简将军来一次帮我们做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红军村 它是因为五路一铁 五条路 这个公路在通过 汇聚在红军村 又有铁路通过 所以它是个战略要预 交通的要道 那现在俄罗斯所采取的策略 是稳扎稳打 所以从三面包围 采取向心攻击 这样子的话 能够使俄军在这方面的损失 能够最少 然后能够获得的战果是最大 所以我们看俄罗斯在这一方面 他不希望他的战损增加 而且附近有没有大量的地雷 它要非常的谨慎 因为这个雷 有时是连发雷 触了一个雷之后 它其他雷都会跟着引爆 那它就在这方面是非常的谨慎 那我们看乌克兰跨境攻击到 俄罗斯境内的库尔斯克这个地方 对乌克兰来讲是蛮辛苦的 因为它跨境作战 它虽然炸了福桥 炸了油库 它最重要是要缓和俄罗斯 对库尔斯克这一方面的反扑 能够减缓俄罗斯的兵力的集中 但是对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他长期植入 会造成他鞭长莫及 他有目前来看 他有三个困境 第一个援兵不够 乌克兰需要援兵跨境作战 最起码会有战争的消耗 就所谓的战号 那战号每一天都在战号当中 那他怎么去补充兵力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 所以他虽然跨境作战 所以有一时的战果 但是没有办法持续 因为他会面临的是 俄罗斯他也要收复他的库尔斯克 那第二个 他的这个补及有限 他的补及 就是他的交通线跟生命线 这样子的话 很容易被俄罗斯切断 所以他的补及是不多的 那基本上补及不多 前线作战是非常吃紧 那这样的话 对乌克兰的跨境作战 到库尔斯克这一方面 也会陷于不利的战略态势 第三个我们知道 他只会困难 因为跨境作战之后 他的这些之中所期待的 这些直管通勤的 尤其通信的装备 够不够 电力够不够 妥善力够不够都有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国际雇佣兵也在里面 对 那国际雇佣兵的话 他的语言都不 在语言的共同跟横向的联系 也会产生自爱难行的障碍 那他怎么样去解决呢 这个对跨境作战的 这个乌克兰的这些军队来看 是欠以直不利 反而会对这个俄罗斯的军队 因为这个在俄罗斯嘛 所以俄罗斯他慢慢慢慢 我将把它收复 收复之后 那我们知道 第四个乌克兰的困境 兵力分散 他一万多人就占领了 一千两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太大了 你幅员广阔的话 不可以造成火力分散 所以这个乌克兰跨境作战 俄罗斯作战的这些部队 他如果不再做紧缩 我认为他要慢慢的 慢慢的回收 要不然会被各个击破 各个歼灭 对他来讲战略态势不利 回头我们来看 在顿内此刻的这个红军城 红军城竟然对双方都那么重要 这个战略要预 那现在原则上我来看断 是俄罗斯已经占上风了 因为俄罗斯是由东向西推进 推进之后 这个地方如果越过这个红军城之后 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开阔地带 开阔地带是一功难守 对乌克兰会陷于不利 那怎么办 那所以现在乌克兰的话 最重要他的兵力 兵力我们讲的 他的补充兵源 这方面是造成困难 因为战线太长 而且经过两年 七个月的这种战争的消耗 对乌克兰来看是比较吃重的 他现在所能够 他的备员的兵力 后备的兵力 是相对有限的 所以你看乌克兰 包含泽伦斯基总统 他都一直叫急 希望西方国家给他 更多的武器 更多的装备 来发挥火力 来弥补兵力的不够 但是问题是 你就算火力武器给他 还要靠人员来操纵 那乌克兰在这一方面 就是人不够 那你光靠这些火力 能够弥补一时 但是没有办法保持恒长的状态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 对整个乌克兰来讲的话 我认为如果是红金城 乌克兰失去的话 被俄罗斯一旦占领 那整个状况又会继续逆转下去 好 将军帮我们看到 这个乌克兰陷入困境 四大重要原因 其中就有两项是跟兵力有关系 包括了援兵不够 兵力分散 所以我们持续来关心 这个兵力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CNN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报道说 俄罗斯现在的猛烈攻势下 乌克兰的部队确实是伤亡非常惨重的 导致他增援部队现在非常的少 而且当地的士兵非常的累 而且士气也非常低落 这位是第59摩托化步兵独立旅的军官 他就说部队曾经他们尝试 每三到四天可以换一次士兵 但是因为无人机的攻击 实在太大了 太严重了 导致现在这些部队里面的士兵 20天才能轮换一次 那这个乌克兰的官方也统计 今年前四个月检察官 就对将近当地1.9万个 乌克兰的逃跑士兵提起了刑事诉讼 所以我们来看到说 20天才能轮掉一次 对于战力跟士气到底冲击有多大 介大使来帮我们看 我觉得这个逃跑士兵 被提起这个刑事诉讼 有1.9万 这个数目实在是吓人的 这个乌克兰他们号称是60万大军 60万大军的话1.9万现在要逃跑的话 那就30分之一 30个兵就一个就跑掉了 这个太恐怖了 那可见这个 这个有一点施老兵痞 其实乌克兰的这个战斗意志 是一直还蛮强的 那可是这么战斗意志强的 而且是一个保卫自己国土 保家卫国的一场战争 还会有这么高的这个逃兵率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他如果说是去打别人的话 还有逃兵还情有可原 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园 还有这么高的逃兵率 真的令人蛮担心的 因为这个 这个俄乌战争打到现在两年7个月 那乌克兰从来没有公布 他死伤人数 对他都不承认 因为俄罗斯曾经说 已经死了20万人了 俄罗斯说乌克兰兵就死了 那到去年 今年的2月 乌克兰公布一个数字 说他的死亡的 战死的这个士兵 是三万一千人 落差非常大 落差非常大 那事实上在去年2月的时候 法国的政府就公布一个数字 去年2月 他说他们的情报显示 乌克兰的死 战死的人数是15万 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有这么大 不过不管是15万还是3万一 这个乌克兰缺兵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今年初的时候 乌克兰政府 就修改了他的紧急动员的规定 这个好 曾兵的年龄从27岁降到25岁 25岁 所以就曾兵的年龄下降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好 可以申请入伍的年龄 提高到60岁 60岁以下的男性 只要你愿意入伍 你一定可能就可以到前线去打仗 所以呢 不只是男性 因为乌克兰前面还有这个 这个50几岁的奶奶级的 就祖母级的女性 也在现场打仗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现在各方的资料 我综合了一下 大家的资料是在第一线的前线的官兵 乌克兰的官兵的平均年龄 是43到45岁 这是一个非常大高的年纪 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 逃兵的几乎是30分之 现在1.9万 这还是抓到的 有些逃走了你就抓不到的 那这些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现在乌克兰很大问题 抓兵 抓兵的问题 这个时候 这个以前在各国都发生过 就抓夫 就在路上 看到这年轻人就抓 我们看了很多影片 就乌克兰的这个军人 在街上抓这个抓兵 抓得蛮厉害的 所以就是说整个来讲 两年七个月战争来讲的话 乌克兰现在 兵源严重不足 那严重不足就会造成 在前线的官兵 无法轮休 这个你不能让一个军队 一个军人在前线连打三个月 那他精神会崩溃 还需要休息的 对不对 他也要睡觉 他不能三八字 可是他起码 他一天也要睡个八个小时 要回去下 也要回到后面去换个 换个干清衣服 洗个热水澡 吃一趟热食 你看现在拖到20天 才换一次 这个对于前线的 这个整个的士气来讲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觉得 现在乌克兰来讲的话 真的已经到了 也不能说三穷水晶 一个非常严重的关头了 那士气不佳 这个你再来多的 这个武器装备 你的这个军事人员 没有作战的意志 或者太过疲惫的话 那也是枉然 好 难道是看到 乌克兰士气不佳 再加上这个 自己国内政治的压力 现在德国都不想要 支持乌克兰了吗 我们来关心的是 来自美联社的报导 说德国总理 萧子9月8号的时候 特别表示 他说现在是要讨论 如何来快速的 结束俄乌战争的时间点了 未来将会有和平会谈 他会和泽伦斯基一起 同意要和普丁一起 希望能够参与在会谈当中 美联社也做了分析 说德国现在的这个党 叫做另类选择党 在地方大选中获胜了 现在是德国的第一大党 所以呢 他们现在对于国内 对于德国去援助乌克兰 不管是在金钱上 或武器上的援助 都感到越来越不满意了 包括自己 这个萧姿所属的社会党 也都希望说 俄乌你赶快做一次的和谈吧 我们看到现在萧姿 基于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 都希望俄乌双方 能够坐下来谈 接下来欧洲国家 对乌克兰的支持力道 会不会只会越来越弱呢 来自西方的政治压力 真的会逼得泽伦斯基 接下来会上谈判桌吗 上志哥怎么看 最近德国消失的压力非常大 除了刚刚提到的说 他已经最新的说法 他说要快速结束 他甚至讲说 下一次的这个和平谈判 俄罗斯必须坐上谈判桌 那这个用词 无论说他是不是大内宣 要来米平刚刚提到的 德国内部的部分的压力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 在先前的六月份举办的 这个瑞士的 这个为了乌克兰战争的 这个和平峰会 现在看起来 虽然六月份举办 但是没有后续的作用 而且现在看起来 就是最终 虽然当时93国参加 最后只有80国签字 而且中国没有在里面 很多国家也没有在里面 特别是金砖国家 即使去也都去非常低阶的 所以看起来和平峰会 一种集体性 去推动这件事情 确实是很乏力的 那至于说 现在到底整个欧洲的状况如何 我觉得大家可以观察三个角度 首先第一个角度 是资本市场 我觉得资本市场 我们都知道 今年整体来说 无论是资本市场 国际政治 乃至一般民间 包括台湾 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今年应该结束了 所以有一种 集体性的预期 今年要结束 但怎么结束呢 它要不就是一边打赢 另外一边 现在看起来还在焦灼 另外一部分就是上谈判桌 所以资本市场来自于 包括我讲 华尔街或国际的这种 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制裁 骚动了全世界的 这种资本力量 其实资本力量 打仗需要的就是资本 也就是说资本力量 如果强烈的希望停 其实对于各国来说 其实是背后很大的动因 我为什么先说资本 因为就是第二个 第二点就是来自于 现在全世界当中 包括特别是 包括欧盟的这些国家 北约的这些国家 他们就是因为 在这种战争当中两年了 大家付出的代价 包括给予乌克兰的 这样子的军需 直接的军援的援助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民间 民间为此付出通膨 像天然气的能源高涨 到现在来讲 虽然没有发疯式的高涨 但还是很高 而推动物价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们在亚洲没什么感觉 可是在所有的欧洲国家 都感受到这个压力 所以通膨的压力 大家付出两年的代价 刚刚其实施敏提到 德国内部 为什么包括 在野其他的部分政党 民间社会那么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不是政治看法 它就是来自通膨 跟生活这个压力 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第三点我觉得最大关键 就是冬天又要来了 要知道在美逢冬天的时候 刚刚提到了这个 包括能源的通膨的压力 我觉得欧洲莫名其妙的 因为乌克兰战争 那么多国家 大家真的是好不容易 在第一年的 所谓的这个天然气的问题 大家都是熬过去 尤其德国 冬季西级 才把天然气凑租了 熬过去撑完 否则现在基本上 德国的经济差点崩溃 所以现在这个冬季的压力 又来了 使得这一波 刚刚前面提到的资本 国际政治 乃至于来自于这种季节的压力 特别我想德国消资 我觉得现在消资的部分的压力 加起来 叠加起来 让他才会说出 这么样狠的话 好 事实上不只是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 其实现在内部 有非常多的明月 其实都是来自于通膨 但是呢 美国现在仍然是决定 要持续的 供给乌克兰武器 这个是 AGN-158 JASSM的 联合空对地飞弹 对峙飞弹 这是美国这一款 最先进的 逆中巡异飞弹 射程1000公里 再加上F-16 一起做搭配的话 说呢 乌克兰会有能力 可以攻击莫斯科 美国以现有的库存 跟未来的生产量 来做的话 可以生产达到 1.2万枚来提供给乌克兰 这样就有办法扭转战局吗 我们请将军 简短帮我们来看 谢谢 因为单一武器 是没有办法改变 整个战局的 所以AGN-158的 远距摇攻对地 打击武器 所能够发挥 扭转战局的力量 是非常有限 因为乌克兰在这方面 它有三个限制 第一个它缺飞机 因为AGN-158的 远距摇攻对地打击飞弹 它是要F-16战机 F-16目前只剩五架 你这个战机都有限 它载还是挂在 它的这个F-16的 这个左翼跟右机翼下面 可以挂两枚过去做 对地打击 这个是不错的 因为它这个巡运 这一款巡运飞弹 它是有逆中功能 而且双重定位 包含卫星定位 跟惯性导航定位 INS就是惯性导航 甚至还有的经过改装之后 还有一个地图比对的 更精准 但是问题是它缺飞机 你这样子 你没有载台 给你再多的飞弹 你没有载台去发射 那就放在家里面 就说我有很多货物 但是你没有车子 你怎么送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它缺飞行员 缺F-16的飞行员 你要去训练 要训练飞行员 没那么简单 那个在第一波 在第一年的 俄乌战争的时候 乌克兰的飞行员 就消耗殆尽 那现在的就是菜鸟飞行员 菜鸟飞行员训练出来 没有办法急救张 因为飞机的系统相当复杂 各种雷达 电子战飞机的 攻击的这种 进出航路的 这种各种飞行的技巧 还有对空 我们讲的对空作战的 这种拦截技巧 都要学 那它这样子 要急救张 它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 也是有限的 我们讲的就是 第二个缺飞行员 第三个 切技术地面的技术人员 要挂飞机挂弹 修雷达修什么 修电站装备的 这个要学系统是很复杂 你放个轮胎都是问题 因为你放个轮胎 都有它的一个 相关的标准作业程序 你这个是怎么办 你本来刚开始 是美国的技术代表在帮忙 但是现在俄罗斯 对美国技术代表 看哪个大楼 哪一个舞厅 晚上就去打击 为什么他们技术代表 晚上在那边休闲 直接把他俱乐部给炸掉了 那一看不行 这个都被掌握住了 因为俄罗斯的情报人员 谍报人员 在旁边在那边做回报 那这样的话 他技术代表是撤回去了 那没有技术代表 你这乌克兰的人 怎么要去挂这个弹 都有问题 怎么去操作这个装备 都是产生它的 非常障碍的问题 那你缺飞机 缺飞行员 缺地面的 地面装备维修人员 你这样觉得 你给他的这A件158 他也没办法使用 载台非常有限 你不是给他 5枚10枚100枚 他没有办法发射 只有任何 他只能放在F16上 或C13洞 吸妖拐或者是B52轰炸机 B1跟B2都可以 但这个不可能给乌克兰 只有给他F16 那给F16就三个限制住 所以乌克兰想要以 这个A件158的 这个远距对地打击 巡运飞弹 是所能够扭转战机的效果 是十分有限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博生魂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